ABL東流職業籃球聯賽 這場東西大戰 我們香港東方主場 對著西劍聯合 對於東方來說 是他們一運氣的一場比賽 不過有新熱火 在過去兩星期裡面 就是今宗外援 整個 結局是苦苦生威 換了三個兩個星亞援 一個亞援 表現非常強 沒錯 尤其是剛才這個 剛剛換回來的就是艾素 他是一個移動性很強的衛星球員 開球初段 我們東方都是艾利洛 不過我們天成的亞利洛 第一節已經有手感 我也把我的拆球 原來掃走了 因為說真的 他的狀態比一青年好很多 尤其是三分球 就說比一些在藍的方向 打完第一節 憑著亞利洛單節 拿17分的追到30比32 這時候看到第二節的賽事 第二節可以說 兩隊鬥射3分 尤其是西貢獄 13號的米高威廉斯 威廉斯說真的 是他的基本的殺色位置 最重要的是 他的後備球員上來 也有表現這個史提昏 還有別忘記 西貢獄科的指揮官 就是9號的球員史角 在他的帶動之下很厲害 威廉斯這個球 很勤力 搶回藍板 還要再給藍體入中 去到他第二節 現在剩下兩分多鐘 其實在上半場 亞利洛很飄青 尤其是三分球 高難度也被他射到 這個球 指定為何偷到球 組織快攻四打二 徐婉成 面對著視覺 仍然爆上去 入到兩分 記得打完上半場 東方就是落後兩分 50比52 來到第三節 兩隊可以說拉成軍勢 西貢獄科有三分球出現 再來又是他,摩根 摩根其實在第一節 已經有三合三分球 今天摩根也好 始角也好 或者MW也好 真的三分的成功很高 你能給他 基本上都十四五支牙 沒錯,其實東方一直 都是落後給對手 加利洛,背後自己來 中距離 當時比數都追到一分的差距 每當你追到一分的差距 西貢獄總有辦法 因為有他 七號的摩根 這球真是高難度 為甚麼 基本上前臂遮住了你的臉 都不如射到這三分球 還會穿針 這邊李奇做事 爆開了阿諾特之後 後來射到三分球 他在今場第一位三分球 沒錯 這場球來說 李奇見到的感覺很多 第三節尾段 雖然阿諾特射失 但後備出場的史提昏 這球搶了進攻籃板 還要成功保重 打完第三節 西貢熱火領先 八十多 七十三分球 看到第四節 摩根又來一球三分 張志豪 今天摩根十次起手 中了七球三分球 他要多謝隊友 隱空了之後 把球放出來 這邊鄧志豪也做了一個漂亮的助攻 給誰 隨遠城 對 其實當時 身體熱火的中風 雷素 已經很快離場了 但今天真的搞不定 就是 身體熱火這班旗 保持的手音很強 我就在想 下半場會否冷卻一點 但一直保持 還是很準確的三分球 到了第四節 剩下最後三分鐘 香港風幫我越了越近 這段時間剩下三分的差距 艾利諾交給我們的奇哥 李奇 將三分球入圈之後 起數打成一百零三平手 一不來二不來三 再來多球 李奇 為東方超前三分 這球波流只有驚慌 大約波過來 但很可惜 你進得遲 我都進得 又是他 MW 見到雙方打成一百零六平手 要進入嘉時 嘉時之下 其實東方真是爆內線 肯定最穩陣 因為對方的中風 和麗瑞已經很嚴罰 但沒有火星 很多時候都是浪射射入 但嘉時之下 MW 米高威廉士 繼續有手感 一顆高球 先給他 丁家 這個打法也對 一定較難起 但打那五分鐘 嘉時 他只做了一球最漂亮的球 他打難起 試試看 丁家這場球獲得37分 不過最厲害的就是他 米高威廉士 基本上他今天就發揮了他最佳 最佳的效用 就是 你能給他的 他也能跟你放進他的籃子裡 又是他 米高威廉士 續取39分 帶領球隊以121比185擊敗香港東方